我们说马英九绝对不贪污 整个国民党只有他不贪污 来 咱们看看这句话想说来 周周都有新爆料 国民党茶壶风暴 朝个没完没了 中常会上马总统却好像当作没这回事 话题怎么转都是奥运赛事 这次的奥运 我们有44位选手参加14个项目 因为没有棒球跟垒球 所以人数少了很多 那么大家关心的程度 也相寻之下也过去要少 副手线路政治风暴 马总统却还是冷眼旁观 是想切割还是淡化 但基层民意已经看不下去 赛事场里面很多俄语说法是说 民党党只有陈水扁一个人贪 国民党只有马英九一个人不贪 反正马英九也不选举了 现在把整个国民党搞得臭不可闻 那我提出来是希望主席要想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不要独善其声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意见跟声音 这个都是会有听到 不过总括而言 其实基层的民众 他们大都是苦口 不要 说有谁贪污 讲不完 现在已经是谁不贪污的问题 国民党变成过街老鼠 吴敦义还要来个封口策略 来因立委不以为然 吴敦义风暴向上烧到马总统 基层骂声一片 马总统却依旧禁声 究竟能止住多少血 看起来是成效有限 马一九一定非常的高兴 他说太了解我了 我真的不贪 我都是让下面的人贪 是不是这样子 不然为什么 一个国民党只有你不贪 下面的人都贪 那不就是你在让下面的人贪吗 不然就把他抓出来嘛 有点你后面其实 不是有点你啦 陈明毅后面其实还有这段话 意思是你要为了帮我的人贵出来 这样才可以证明 我们没有被抓的是清白 但是这句话怪怪 敢贵出来 看才没贵 所以我感觉 那假如这样子的话 谁是这个共犯的结构 你一个人不贪 会在所有贪的人里面 你会站得住脚吗 所以我感觉怪怪 这个逻辑啊 有很多矛盾之处 算不算了 在理则学有大词 不当周篇之过 这很坏待遂 有时间再说给大家听 来 说一段来 甚至连1998年 吴敦律争取高雄市长连任时 赞助国民党提名的 高雄市议员候选人经费 也都是由阿娇提着皮包 亲自登门拜访知父 这是说阿娇一 校旁的新闻 这一周刊今天 来 大家看看 所以2012年 总统大选时 吴敦律拜票 行经草屯老家 也不忘登门拜访 吴门忠夫妇叙旧 这段来说什么 他跟吴门忠 跟陈延珠 其实是一直有来往 不是他们讲的说什么娇恶 再来看这 阿娇和吴门忠认识后 晚上常常到吴门忠家里打麻将 由于吴门忠早年当过艺人 不少老艺人也会到吴家打牌 吴门忠每次看到阿娇 都会热热地对他说 你如果打输 全部算我的 我们以前 我听过一个故事 这是我们 最幸福的老师跟我们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 以前有那个律师 走后边都跟法官 跟法官打麻将 怎样打麻将 贏得拿回去 如果输的 沒關係 都算我的 在说这个就说 我以前在想说 奇怪 以前听到了怎么在这里发生 我感觉很奇怪 你老师改跟我老师改不改 我听我的老师改是在新议会 在新议会 打麻将 这叫麻将 洗钱法 怎样说 生来生去我输理的 开始欲生去 我输理的 你说什么输质喔 我输理的嘛 当然 我说我怎么输质 我听到新议会 你听到就是我 上纸是这样送的就对吗 刚才说这个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到这期的艺族刊出来 有很大的变化 某园义不是不想有变才 是不知道该怎么讲的 你若会上林一世 林一世也这么说的 林一世六月二六六月二七 有这些风采的时候 他是开机才会说 我见过一次面 他就他有把握的事情 在讲丹K上 第二天 六连拍 七连拍相片 在各媒体出现的时候 他知道不错了 因为他不知道 对方到底偷拍了多少 证据在手上 然后到第三天 七十二小时过后 准时 叫他给他打无赛 郭民党就有一些理议出来说 你要说清楚 不要拖累整个丹 你随便看现在五段夜的情形 当六月赛到在高雄这间餐厅 阿嬌拿到名字 连这张相片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张相片是把相片放大了 放大了以后 这么清楚 这几个人都清楚 你看看 你看陈头张 他有看到头的 而且你看 这个头发都是很清楚 所以标准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相机照的 能够放这么大 这不是手机的 对 你看这张照片 再把这张再放大 又放成这么大 所以换句话讲 这个专业的相机 是可以把人像放成这么大 的那种专业的相机 所以这不是普通人的照片 这是连刷修正料 我会说他刚才手的分 正在说阿嬌是家庭主妇打杂而已 只是看看账而已 整个搜针的下面 推出这张说 不对 有这个问题 那是6月9号吗 因为6月1号等了 丹克上开始被冤 对 然后6月26号进城他去自首 6月27号 伊洲坎见报 一直到现在嘛 所以到底收拾多久 再来这张相片 到底是伊洲坎合的 还是丹克上合的 因为丹克上有录音录影的习惯 丹克上在古年2011年的3月10号 就有在中年公司的照片嘛 现在还有9张光碟 你特征组为什么不翻译 所以给我们听一下 有两张翻译出来啦 没有 还有7张嘛 丹克上有送一千万给五万党 这个人值不值得录音 录到了什么音 为什么价值一千万 欠差上一千万 表情价有价值 所以我最好要用截大水库 国麻营町的大水库理论 可以来看吴登义这些事情 大水库的钱流来流去 乌高丹克上送的一世 勒杀钱 是张钱 张钱这股水 流到了吴门中这个水库里面 吴门中这股水 这股张水张钱 流来到阿嬌的口 这股水库里面 而这个水库管的是 吴敦义的政治钱 那我们可不可以讲 吴敦义 还是马英雄 孙总统 有贏到这些肮脏钱 这整个意思连起来 不怪特征主到现在 不敢插 不敢插 而且大家真的不要听徐国勇的 吴敦义绝对不要告 你一告就完蛋了 不敢插我 那钱不要让人谈 你一堆借下去 看我再调这些人调到 連结的特征主就会开始 我说奇怪 我台湾主持人 连来宾都吐槽 有 你讲的有历史的表情 我跟吴敦都是在保护吴敦一样 他保护吴敦 你还要保护吴敦 他就不要插 我插到自己的谁了 你不做我先插一下 这样吗 我怀疑 人家找到这张照片 是连正熟拍的 人家伴路跑 连正熟不是说他早有情知吗 是上级不重视吗 哥哥 6月9号 你不要跟我讲 他这么厉害 连正熟早就拍到 我跟你已经不同 所以我瓜哥跟连正熟说 如果特征主办不下去 你们就继续办下去 这是要献不错的 三个月内的答案 徐老师 感谢是这样 徐医师 谁把阿娇这个名字讲出来 是吴敦一 吴敦一自己讲的 不是一周刊先讲的 是 可是6月9号一周刊就派阿娇 为什么 因为一周刊很清楚 整个吴敦一团队的最核心 在做这些操作 除了他太太之外就是阿娇 吴敦一是阿娇讲的 没有人讲过阿娇 是吴敦一自己把阿娇讲出来 徐医师 我们今天看一周刊 在把之前 吴门忠讲什么 跟林医师 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吴副总统 已经很久没联络了 没有给他钱 用生命保证 一脚都没有 阿娇怎样 跑去友台说 我是家庭主妇 我跟吴门忠也没来往 很少打电话 我只是管账 那 吴敦一之前讲什么 他只是家庭主妇 三个人都在串供 啊 重点 对 三个人过去两个礼拜都在串供 是 谁让他们串供的 特征主让他们串供 对 民众都这样结议 对啊 今天这一周刊出来讲什么 副总统整天都在串供 跟他的小姨在串供 跟他的好朋友吴门忠在串供 请问一下特征主你们有没有责任 你让他们三个在那边串供 今天还好一本一周刊 不过全台湾大家都相信他们在串供 谁让他们有机会串供 陈宏达说 你要给我们办案的空间 你办案空间办到厕所里面去 你说你们要独立办案 每天打电话在寝室 徐医生你以为只有在厕所里面寝室 诶 我真不知道 对不对 每天再问一个 他回去这个要不要问 这一千万要不要问 这三十万美金要不要问 特征主你们丢脸 让这三个人在外面串供 今天没有一周刊的话 大家还信以为真 结果一真 特征主你又不能不讲话 我在讲 你不要跟吴副总统一样龟缩起来 这民众在质疑 特征主 其实特征主真的要出来说 民众对你们有很高的期待 我希望你们办出来 让民众对司法有信心 但是我要承接徐老师的一句话 用自由时报今天的自由谈的这一段来承接 他说如果没有录音档 对啊 如果没有录音档 那么是不是林医师没事 大家都没事 林医师的太太也没事 林医师的太太也没事 沈若然也没事 大家都没事不要紧 搞不好陈启祥 毁谤 误告 负责 对 如果没有录音档 可是这个录音档 真的是特征主 去弄来的吗 还是廉政署去弄来的 嘉隆 其实陈启祥一开始就copy很多录音带 其实这个案件 其实很多民带 很早都听到 其实特征主是后来也知道了说 其实有没有录音 其实录音档开始在录 所以你来看 你看录音档会6月9号 你如果看这个上面的报导 连这个阿嬌和总统府的新闻官 跟这个摄影官 摄影官 摄影官 摄影大哥再take一下 完全把它弄起来 是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相信益州官掌握这个资料 我相信真的 那个吴敦一看就会发大 因为这个如果说从6月9号 就掌握了 我是觉得现在完全 已经指包不住火了 现在整个都整张 都掉下去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现在很清楚 特征主 他是在做什么完美切割 好 其实这很简单 你想想看 因为林毅四是大党别 其实在国民党里面 在选总统副总统 他的吉普总统 也要付这五款 我相信他要展示他的贡献 他也没有很大条 这条合理的怀疑 就是拿吴敦毅 吴敦毅 吴敦毅就说 拿民族叫做 这就被人冠了 但是他政治现金 3块里面就没有这个 4.4亿都没有 他又用国民党 有可能关心国民党 他没有心目的罪 因为党就是一个可以 上下起手 所以我们的政党法 政治现金法 有一个漏洞 就是我们没法去 刻意政党 人家的政党 有可能就去政党 政党拿出来用 所以我觉得现在马英九 其实他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他叫吴敦毅 把他整个都绑住 吴敦毅只要讲 诶 大爷 你也有 你也有 那笔钱就是这笔钱 你会记得不 我有一条很大条没对 那条就是从这里来 只要吴敦毅跟马英九讲 两个做会了 所以我是觉得马英九 为什么最近都不讲话 他就是很清楚 要把它切割在林毅市 因为这事情又收下来 不是只有 诶 请像林明 陈明毅 陈明毅 但是水平红山军董 所以要求万潘府的标准 来用这件 这么简单 这没什么 第二个 林毅年这次有自由时报专访 我一直在等 等到最近打专访 对 今天民政党中央当部 包括很多国有 台湾 中华 电信 包括中油 台湾 这些当事顶的人 民政党绝对可以做一个 他们现在的资料 包括南部 高雄市 包括台南市 现在都民政党这些了 六十几年还是被 那个 五十年做市政党的时候 你就知道 阿雪在那里 用什么名字 林匙资料一片 就知道有没有 不要介绍 这个时候台湾最好的机会 很多人说 九尾火车不好 这段也最好 所以我要建议 这件事我你看 不是个案 刚才说的那些都会有理 五十年现在中了 中了 今天 如果今天爆料的这些朋友 这些我都熟悉 今天可以拿这个团 插政党都知道 你知道吗 洪志军过去都拿这个团 我现在听到 各位的社团 什么人来都知道 表示 阿焦是大咖的大咖 而且这个大咖 没名 又很有影响 没名最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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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真的厉害的人 没名最大咖 所以说 现在这个人 这里面要去查 如何呢 如果有贵妇团 第一个 伯敦利先生 你曾经公开在电视讲 中钢董事长的缺 是由经济部层层报合 我这个钱如你 是这样子吗 不是啦 这个说谎说太大了 不可能啦 李复兴的案子 今天人家有讲说 贵妇团 包括李复兴的太太是这样啊 今天讲 你可以不再躲避说 用新闻稿就可以出你的吗 如果今天 你可以曾经说 我可以保证 因为你曾经这样讲过 讲满啊 这些国营事业的董事长 包括中钢在内 都是经过各部会 经济部有国营会 其他部会没有国营会 都是由部长包上来 我只有牵奴你 那我配合你 那这是真的喔 你不要切薄衣服 你看 你敢不敢 你敢敢不敢 我这种做胆子的人 我就说今天就说白痴嘛 你今天说这么麻烦 今天人家想做贵妇团 我不知道有没有贵妇团 可是今天 这些做生理团很厉害 因为民政党在高雄看 贾重庭 重庭照八年的执政 但现在还做第二任吗 十几年里面 要钓高雄企业主要很简单 有没有 这把 轮不到平台上 今天赵天宁 真好立位 还有他的结束 洪志昆今天说这些东西 我说 今天 订阅中庭董博要辅助 今天做一个有经验的在野党 今天如果真的要抓这些东西 真的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今天我觉得很可惜 这是我的记忆 民主进步党中庭董博 过去做一个中庭董事长 做一个中华电影董事长 做一个中庭董事长的人 没想 没想 你问人工这没有 这个时候 如果今天 洪志昆可以拿出来 黄昭清前十一人可以拿出来 包括赵天宁立委这么年轻的拿出来 没有道理 民进党中央党部 现在国营事业的弊端里面 可以一招毙命让国民党说你玩假的 你玩假的 而且你的贵妇团里面 包括周洛奇的人事案 包括现在李富星的人事案 一定是总统拍板定案的 但永远有说吗 所以今天这样 你这样不清楚吗 对 不过一般的民进党 不像我们这么了解 不一定了解 所以现在贵妇团光这件案子 我觉得吴敦利 你就百分之一百说谎 是 你要不要跟全民道歉说 以前我讲这句话 讲得 不要说不是实在 我就是因为 这是行政程序 可是实际上是你决定的 是 不要说贵妇团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没有回应 都没有回应 来 我来说 只有实际今天设论一句话 一句话 共犯结构的情谊相挺 共犯 如果犯罪又要情谊相挺 这样才会拼就对了 美美 我先承接那个 旭宗大哥的话 我郑重建议 我觉得 比照当年 国民党 亲民党他们要求 阿扁的案子要有319 真相调查委员会 民进党李泛宜党团 可不可以在国会里头 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调查什么 调查这个事情 不是只有李民生这个恐懒而已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国营事业的事情 还有其他帝勇之外 几间公司 为什么可以拿到炉渣 这些东西 要不要去查 他可能查出一堆 共犯结构出来 那如果 国民党有谁港党 对不起 把他名字够出来 他已经党了 他就给他董掉 所以我就说 你一定 一定还要再提 然后把党的这些人 你就说出来嘛 因为他心虚嘛 否则为什么不敢 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让大家来看看清楚 他们的嘴脸嘛 马英雄讲的青年改革 都是假的嘛 这第一点 我觉得美美这个建议非常好 第二点 民政党不提搁 但是叫国民党封销 不 我就再提 就是要再提 就是要让人家看到 敢党的你就是心虚 马英雄 你讲青年改革 你不要讲假的 你就叫大家不要党啊 哪怕我就戳破 你青年的假面嘛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嘉隆说 只包不住火 我怕耶 我觉得现在特征所在做的 就是防火墙 就是要包住那层火啊 你想想看 有点灯笼 只包火 有了 有了 他所有的事情 老实说 他在保护那个大咖 不是嘛 这里面最关键是什么 其实 永国你刚才有说出来 这千万嘛 嗯 嗯 这个事情 就很早就知道嘛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 哦 陈启祥拿到的一千万 是三十万的美金吗 对 他要怎么用 我请问陈启祥他还换成台币 所以他不是要拿美金的呢 为什么 吴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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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拿三十万的美金 哪有给林医师是一百九十三万美金 全部是一致的 都用美金 过去的经验 只要用美金 后面常常牵涉到要大膝的小钱 那不是这样 那么 他用过 你常年办做律师的经验 你特征组办的经验 他每次都讲 以前追人 对 请问这个金流的流向不应该查吗 那他就不要查 对 那这里面特征组有没有很奇怪 再来你看 刚开始 这个 林医师第一次拿六千三百万 是因为各一千万给吴门中他们拿走了 而且拿美金 特征组不查 第二次 林医师是拿八千三百万 把吴门中 郭仁才之前都要踢掉了 那你再回想看 林医师那时候录音带说什么 他说 我过去做禮室的时候 我要去拜托人 现在我做秘书队不需要 所以是什么 一千一千 是拜托人 那我请问 谁可以影响到中刚 六千三百万的时候 林医师只是一个立委 不是一个行政院秘书长 八千三百万的时候 他有行政权 是行政院秘书长 所以那个时候 他要拜托人 是拜托什么人 吴门中一千万 他有办法去影响中刚吗 他值得了一千万吗 如果后面不是有看板的人 可以影响中刚的人 他值得了一千万吗 谁可以影响 特征组不去查 我要问特征组 你是要当防火墙吗 谁可以影响中刚 当然 是不是这样 但是最近人都在参议 我给大家看 这是 洪志昆 在演演书里面 他说 蔡宁宜贵物团 蔡宁宁贵物团 到现在 蔡宁宁和吴敦毅都还没有出来否认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制作单位查一下 吴武总统跟蔡宁宁 有没有否认贵物团的事情 有没有声明 查一下 如果有声明 我们必须要把他的声明念出来 让全国民众知道 我们要让人有说的机会 但是到现在 我所了解都没有回应 其中里面提到的蔡宁宁的贵物团里面 有个孙祥英 他先生是中刚公司的公关处长 徐建明 还有一个章节 中刚关系厂商良好 这样 这个到现在还没说 来 今天一周看上的 吴敦毅和中刚关系密切 为什么 因为 周洛奇就是一 就去打破惯例 让他回认 所以说 如果刚刚提到说 中刚的这个问题 谁跟中刚关系很好的时候 那从这两个来讲的话 吴敦毅 你能够不出来再说清楚吗 让民众了解说 真的 中刚你只是奴隶吗 刚刚徐总讲的 但是徐总说 怕死他就不行了 再补充一句 记不记得 您意思在录音带里有讲一句话 吴副总统的事情 我可以全权处理 所以 我们副总统 可以亲在一个声明 声明 结果是声明什么 有卡电锡 没卡电锡 奇怪的 重点都用声明 声明那个 好像很热闭闭 很热闭 那个不重要的 拼命声明 好奇怪 来 那你表现好感动 我们继续